近日时下的两位人气明星Angela Baby 以及李志廷出席了某饮料品牌的签约仪式 正式成为了其形象代言人 而Angela Baby的男友黄晓明 正是该品牌另一个系列的代言人 比起Angela Baby 黄晓明与该品牌的合作更早一些 不知道他对于Angela Baby这一次的代言 是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实代言的工作通常都是由经纪人去洽谈 那我知道可以代言每年拿之后也非常开心 对 说起这次的代言 Angela Baby觉得很高兴的一点 就是能与李志廷合作 本以为在广告拍摄过程中 会使男生照顾女生多一些 可没想到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却反了一下 好像是我照顾他比较多 对 因为我忘了戴这个羽绒 我不知道那么冷 但Baby就借他的羽绒让我 对 我看到他在拍的时候 就是他的衣服特别单薄 然后就看到他在那边好冷好冷 然后我有一件超级长 超级大的羽绒服 那就跟他一起share来盖 Angela Baby在现场大谈自己与李志廷之间的默契合作 虽然是工作需要 不过也难免令人好奇 黄晓明知道了会不会吃醋 会不会担心小明吃醋呀 没有啊 因为今天只有他一个男演员在嘛 所以他是今天的第一嘛 2011年才进入下半年 可是回顾Angela Baby这半年来的工作进展 我们发现他已经出演了六部电影 如此忙碌的状态也让Angela Baby大喊有点累 所以在整个下半年他将放慢脚步 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 其实说实话真的有点忙不过来 但是下半年开始会投入一部拍摄期很长的电影 那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慢慢的沉淀 慢慢的去学习这样子 搜狐娱乐播报上海报道